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 南有莆田 中有登峰 北有苍州 足见苍州在中华武术大格局中 其地位的举足轻重 确实苍州武术不仅历史悠久 门派众多 名家辈出 而且在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上 更是新人不断涌现 全数再谱新篇 在第八届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 即将到来之际 让我们认识一下 当今的苍州武林中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今天给您介绍的 就是这位创立苍州八级少林国术社的丁文江 几年来 每逢周六和周日的下午 苍县实验小学东门外的空地上 总有一群身着练功夫的孩子们在习武 也总有一位教练在一旁不厌其烦的纠正指导 这位教练就是丁文江 他创立的苍州八级少林国术社 目前已有三十多个学生了 还有不少家长也准备将孩子送到他这里来 为了让他强身健体呗 是吧 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 素质比较好了 体格也壮了 就是还得感谢丁老师 他比较认真负责的教我们孩子 今年四十二岁的丁文江 自幼在家乡孟村拜师学艺 苦练八级拳械 二十多岁时 又外出寻访名家 沿袭少林拳械 几十年的习武经历 让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也收获了全国及国际武术比赛的多个冠军 丁文江现为 苍州市武协副主席 孟村开门八级拳研究会 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以及苍州八级少林国术社的社长 练武术的好处很多 第一个是能锻炼身体 防身自卫 关键是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 耐力 而且练武术的人讲究武德 更能锻炼一个人的德行操守 武术不仅是自己的 更是家乡苍州的 丁文江从习武那天起就树立了 要把苍州武术发扬光大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丁文江在学有所成后 就开始了武术教学活动 那时他刚23岁 丁文江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黑龙江省四海武馆任教练 由于技艺高超 后来又当上了黑龙江省少林武校的总教练 为苍州武术的精髓文化 八级拳在东北的传播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什么他们让我当总教练 就是因为知道我是苍州人 他们就是信服苍州武术 对苍州武术 说句什么话 就是奉若神明似的 因为他们崇拜苍州武术 一听说是苍州人练武术 对苍州武术也好 对苍州练武术的人也好 都非常崇拜 都非常愿意学苍州的武术 尽管丁文江曾经在武馆和武校认过教练 但是回到家乡后 他却一直不肯正式收图 收完图里是有压力的 总怕承受不住这个压力 这第二年总觉得自己年轻 功夫浅 没有资格 没有资历收图 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到40不收图 到40岁的时候 如果自己功夫不撂下 功夫有长进 到一定的程度上 我觉得到那时候收图 一样会有图里的 这期间正好能鼓励自己好好练功 到时候做一个有资格有资历的老师 在他40岁的时候 也许是考虑到自己一身的武艺 需要有人来传承 也许是武术界众多好友的劝说有了成效 丁文江竟然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举行了两次收图仪式 一口气收了三名门徒 人家给你磕头拜师 然后你能不能承担起一个 做师傅的一个责任来 怎么样想得把孩子调教好 而且还得必须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 爱护自己的徒弟 所以说压力很大 早在2006年的时候 丁文江就成立了苍州八级少林国术社 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传授八级权和少林权 现在他的国术社已经有学生三十多名 年龄从几岁到二十几岁不等 在不久前刚刚举行的第八届 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 及苍州地方优秀权种交流展演大会选拔赛上 丁文江不仅自己再次夺得一等奖 他带去了八个学生 也分别获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的佳绩 因为他从此这个武术教学 已经有那么二十多年的世界了 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他的教学特点也非常的瞎兵 容易让孩子们能够接受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国际武术节的虾巴赛上 这些孩子们的标下非常好 成绩都很有益 得奖当然很高兴 心里也很激动 尤其是孩子们得奖之后 我更高兴 孩子们练得如果说好 或者是我都盼着他们将来都超过我 只有这样才能后浪推前浪 只有这个有句话 从自古有句话叫没有状元徒弟 没有状元师父 只有状元徒弟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藏州武术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作为有着侠肝义胆的武林人士 丁文江也曾于危急时刻出手救人性命 其建议永为之举和多年来的武术教学及夺冠之荣 均被中华武术 因照都市报 大众阅读报 及多家网络媒体报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练武术的人应该做的 练武术的人传帮带教徒弟教学生 把自己的武艺一辈一辈传下去 这是应该的 练武术的人除强辅助 行侠仗义 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品行 对社会我觉得能起到一种弘扬正气的作用 也是激励群众或者是练武术的人 能够进一步的去仗义之言 遇到不平事挺身而出 上面我们讲的主要是丁文江习武的故事 其实他在修文方面也很有造诣呢 但是不管是习武还是修文 其目的是光大苍州的武术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着重讲讲丁文江修文的一面 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着重讲了 创立苍州八级少林国术社的丁文江习武的一面 我们也了解到 他不仅自己在多项武术赛事中披荆挂银 他教出来的徒弟 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是丁文江的故事不止如此 为了把苍州武术发扬光大 他在习武的同时不忘修文 他用自己多年来文学创作及新闻采编的积淀 为苍州武术文化的传播和武术全种的推广 做着不懈的努力 了解丁文江的人都知道 他并不是一介武夫 他可是文武双全呢 丁文江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学创作 是黑龙江省和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而且他还从1991年起就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他曾在黑龙江做了五年电视记者 编辑和四年宣传部新闻干事 新闻科长 回苍后 于2001年至2005年 又公职于 苍州日报 要文部任编辑记者 后又任大众阅读报编辑部主任兼 苍州华凯实业集团宣传科科长 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 丁文江一直坚守在新闻采编一线 采写发表了各类题材 尤其是有关武术题材的优秀新闻稿件 编排制作了大量优秀的报纸新闻版面 摘取了包括全国地势报新闻一等奖 中国时事新闻报道一等奖等 多个不同级别的新闻及编辑奖项 取得了这些成见 我当然很高兴也很自豪 但是我总觉得还是跟我的 这个习武经历 和这个一个武术人的气质有关系 因为这个武术啊 他能锻炼我的一个吃苦耐劳的这种 作风 这个敢拼敢打 比方说在工作中 我就能够不怕苦 能够深入基层去搞采访 能够跟同事们团结协作 我们练武术就讲这种武德 这个武德体现在这个工作中啊 就是团结互助 身兼武术家和名记者的双重称号 定文将已不仅仅局限于练好武术和干好记者 这么简单了 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宣传和弘扬 苍州各门派武术文化不遗余力的工作 多年来 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日报 人民画报 河北日报及多家网络媒体上发表了 三百余篇有关武术的文章及报道 其中步伐有影响之作 如论文 苍州武术的出路在哪里 济世文学 苍州功夫折服韩国跆拳道 还有第七届苍州武术节召开前后的系列报道 消息 苍州武林健儿 国际赛场 进一压群雄等大量的新闻报道等等 平时我在学生教武术 这是一种宣传 但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 更有利于从文字上宣传武术 因为我有写作上的特长 又从事新闻工作 我认为我更有责任 有义务去宣传咱们苍州武术文化 比方说在门派的挖掘上 在武林优秀人物的宣传上 在咱们全市的武术工作上 我都有义务有责任去宣传 也更加让人们热爱苍州武术 热爱苍州自己的家乡 随着第八届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的邻居 丁文江又变得异常忙碌起来 作为记者 他需要采写大量的新闻稿件 作为武林人士 他要坚持不懈的习武练功 准备在武术节上再展风采 作为教练 他手势提举委派 不分早晚 不辞辛苦地穿梭在 苍州市的多所大中学校之间 教学生们习练武术 为武术节期间 两万人的苍州精品群种大展演活动 做精心的准备 以期开创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丁文江就像是一颗多功能的螺丝钉 能够适用于各个岗位 并在各个岗位上尽力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累是觉得累 但是心里很高兴 但是累也觉得 因为咱们苍州国际武术节就要召开了 我觉得再累 也要多为咱们苍州武术节做些贡献 可以说世界武林精英 和咱中国武林精英 到时候都齐于咱们苍州 咱们苍州国际武术节 肯定会很热闹 肯定会很吸引咱们全国各地 和世界各地的媒体和武林人士 我觉得是一个盛况空前的一个大会 同时也会为咱们苍州的武术 苍州传统文化 做一个比较广泛的深入的一个宣传 我希望咱们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 开的圆满 成功 在此我们也祝愿丁文江的苍州 八级少林国术社越办越红货 祝愿痴心于武术的丁文江 和他的弟子们为光大苍州武术 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们再来关注第八届 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的消息 第八届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 就要于下个月在师城拉开帷幕了 武术节期间同时举办的 武术节万人精品群种大展演 更是备受瞩目 其中苍州一专的四千多名学生 将参与这次演出 为了达到最佳表演效果 苍州一专从六月份就开始了积极筹备 那么他们现在练得怎么样了呢 咱们一起到训练现场去看一看 早晨六点二十分 当许多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苍州一专的大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都是参加第八届 中国苍州国际武术节 万人精品群种大展演的学生 现在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做着既定动作 一招一试一板一眼 做的是那么刻苦认真 因为要与苍州职业技术学院 苍州师院以及市内十多所中学 共同参与这项活动 为了达到规定的要求 苍州一专从六月份就开始积极筹备了 随着武术节的日益临近 为了让同学们对这次群种的排练 更准确更美观 他们还专门从市体育局 请来了三位专业武术老师 对学生排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实战性 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准确度 我们每天早上不仅在这个操场上练 在课余时间 我们还进行切磋 以增加这种武术的精确程度 和熟练程度 力宝在展演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将于10月10日举办的精品群种大展演 会有2万人参与 群种门类更是多达53个 其中苍州一专的4000名学生 在这次展演中表演的群种 包括小八级 通背拳 六合拳等十余个群种 为了力求完美 同学们每天早晨都坚持在操场上 训练一个多小时 辛苦自不必说了 因为从学生练习的这种认真程度 包括我们教练这种指导 精心指导 从现在来讲 你一看 从看这个效果一看 就我们从内心来讲 确实是有信心 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